总统拜登就任之后 首度跟中方对话 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中央 外事工作委员会的秘书长 杨洁篪通话 但双方的声明内容 竟然是大相径庭 美国国务院声明是表示 美方会为香港 新疆以及西藏的人权民主挺身而出 也会追究中国威胁 台海等印太区域稳定的责任 不过来到中国的官媒 却变成了台湾问题 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敏感问题 甚至呼吁设香港 新疆西藏等事务 都不容许任何的外部势力干涉 拜登政府首次喊中国通话 看来双方还是各说各话